前两天早起发现有一个私信 加拿大的一个推友给我发送了一个链接 是曾宏的复出视频 人家还好心地提醒我 让我从第50分钟看起 我稍微过了一下我就知道 曾宏的孩子又在调皮捣蛋 因为揭露他这个骗钱的这个事 是我12月份做的 转眼就两个月了 当时呢 很多当天吧 很多人打电话给我 其中有一些 在美国的民运 甚至要求我 能从YouTube 把这个视频撤下来 为了建立 更好地建立这个 打糖的所谓的统一战线 我很委婉地回绝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有一个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的群组现在也在推上 他路过老窝的时候在我家住了半个月 东北人 喝完酒就跟我谈这个事 非常的窝心 因为他们当时在群内 没有人劝阻 曾宏的这次诈骗 就是这笔五万块钱 其实是可以被劝阻的 只是大家当时都没有往恶意的方向去揣测 所以导致了今天的这个局面 他说了15天 我听了15天 因为对这个事我并不熟悉 所以我没有插手 那么完了之后呢 这个微信群的群组走了 去马来西亚了 那么完了以后 在打糖群里面 曾宏跟我同时也在一个群 我就没有刻意的去说这些东西 过了没多久 有人大概说到这个曾宏打赏啊 什么微信啊之类的 我就谈到过一次 我说这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片子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你宣传着所谓的民主 然后完了经常做一些宣教性的东西 你在开通国内的支付宝 微信的这种打赏 你其实是在害人 我们见到有不少同类的这种民主 呼吁民主的这些税口 他们喊的口号非常响亮 同时呢 他们又在开通的微信打赏 支付宝打赏的这些渠道 其实你们能做的 在你们拿到这点小钱的同时 也为内地监控部门 锁定一些敏感人群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那这个事呢 本来过去也就过去了 曾宏听到我说 他是一个不入流的小片子 他就把我拉黑了 拉黑就拉黑呗 是吧 这些东西我也没拿到当回事 过了没多久 我就听到了群内的一个群友 上海的一个群友 那么他有一些好奇 所以他进入了林立群 询问了一下排林啊 这些乱七八糟 这一大套东西的价格 完了有一天 他私信我 我觉得这个事呢 确实曾宏越玩越大了 这不是一个小骗子的问题 骗子这个东西呢 他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 是吧 当初胆子不怎么大 那么慢慢地来 有的时候呢 记忆不经 一棍子夯头上 是吧 他就骗不下去了 那么换一个门道 再去骗 在马匾这个买卖里面 曾宏 只是一个初学者 他是一个幼儿园级的玩家 那么完了 我说这样吧 我说我来 做一个视频吧 那个 把这个事说开 其实我就说了八分多钟 当然了 效果很好 因为我们至少有两个多月 见不着他了 大过年的他又跑出来恶心了 这典型的就是一个赖大骨子 知道吧 他不咬人 他恶心 你就是一吃晚饭的小骗子 装什么大一把狼 宣传民主 你知道什么叫民主吗 你连做人 都算不上地道 为什么今天要来说这个事呢 因为大年初一 我给曹科长拜了个年 效果很不好 大家都在批评我 说我站对了 说我帮谁的忙了 这我也没办法 这东西解释不了 其实 过年之前 我还跟一些相熟的推友 特意解释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今年过年期间 准备拜年的 其实不是曹科长一个人 你比如说 像这个吹嘘那个 溃尔布宫 这个逼着这个二臣的后代 停期再许的 这么一个和仙姑 其实我就有一些看法 想说一说 给他拜个年 完了以后 李伟东先生 去年 他提出了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思路 这是六四结束以后 我觉得这是近三十年来 唯一的一项 研究成果 能拿得上桌面的 就是一个三条道路的斗争 他提出来 六四不仅仅是 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的问题 他还涉及到 陈云的这一条 保守的这条路线 他提出了一个三条路线的斗争 最后以 邓小平 赵紫阳 双方都失败了 陈云的这条路线 占据了上风 那么这个观点很新颖 我觉得很有价值 值得大家去深思 那么完了以后呢 李伟东先生同时也提出了 就后期啊 同时他也提出了 这个爆料 没有一句真话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值得商榷 另外几个 我想拜年的 其实我都有一肚子话想说 你比如我们讲的 魏京生先生 他是我们知道的 目前在海外被公认的一位 民运的 元老级人物 因为他年龄比较大 所以我不太愿意说他 其实我是针对他 去年11月份的一个讲话 想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双头 内地 他是以西单民主墙为首 海外 他是以83年 在美国成立的一些 民主阵线 来叙述 中国 近几十年来的 这个民主运动的起源 因为我们知道 他是西单民主墙的 主要人物之一 那么完了以后呢 他把 西单民主墙之前的 南京运动 就南京事件 和这个 北京的 天安门事件 都摒弃掉了 我觉得这个说法 不太公正 即便你是为了 求一个身后名 也不能抹杀 南京事件 和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功绩 他们在推动 中国民主的道路上 都是可以大写一次 把他们省略掉 并不公平 那么完了 从朝科长这一集 出来以后 骂声不断 我也就干脆 不说这些事 免得大过年的 搞得大家不开心 犯不着 所以我就 抽了几天时间 连续的聊了一下台海 因为我是南京人 对台海这个东西呢 相对来说 有一些印象 那么聊一聊 给大家 抛砖引玉吧 我觉得大过年的 这也不是个什么坏事 那么完了 就赶上曾鸿 出这个视频了 他冷不丁地冒出来一句 听到这一句 我下面就没听了 第59分钟 他来了一句 他说调动了 远在老沃的徐杰 后面跟了一句 我的朋友调查了 我不知道帮你调查的是谁 我非常想知道 调动这两个字 从何而来 今天呢 是初七 为什么要选择今天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 今天是 女娲良良 创世纪的 人日 也被称之为叫人节 传说中 这个 女娲花了六天的时间 造出了猴鸡狗猪 刘阳这些洞 第七天 造出了人 所以这一天呢 是人的节日 从汉朝开始呢 就把它称之为叫人节 那么魏晋以后 唐朝 历朝呢 都开始重视他 并且 每到人日 就是正月初七这一天 皇帝呢 还会大宴群臣 但这个风俗 主要是在民间 就是我们讲的 比较迷信的 中国文化中 它这个龙根社会 它比较迷信 这些传说 比较迷信 自己的祖宗 这是比较 纯正的民俗 那么趁着人日 这一天 我其实是想教教你 怎么做人 即便你是个骗子 做人 它应该也是有底线 有些话你可以说 但是呢 尽可能在有把握的情况下 说 你可能听不惯了 你说女娃娘娘 这是中国的传说 我现在不是中国人了 我现在已经加入 美国国籍了 按你自己的视频中 自述 你还已经受了喜 你是基督徒了 那我们也可以从基督徒的角度上 谈一谈 没问题 我虽然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也读过圣经 按照基督徒的价值观 世界上的万物都是虚空的 为主做事 主必将为你 预备好荣美家乡 那么你做人的过程中 你就应该 不去爱那些不关心你的人 不去挣那些不该挣的钱 我们都知道流传很广的 有基督教的十戒 这个十戒有各个版本 其实不管哪一个版本 最后几条都差不多 第八条 不可偷盗 不告而取 未知偷 你一声不吭的 拿别人的信用卡 刷走几十块钱 你告诉我这叫什么 是偷吗 在美国的超市里 一个小孩子 偷个几美元的食品 都会被报警 甚至都有被电阻 开枪击毙的先例 说明偷窃这个东西 在哪一个国家 他都是要被谴责的 第九条应该是 不可做假政 诬陷他 你从开始告 唐博乔 告了很多次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次 是能够 把这个陈唐政贡 踏踏踏实实的定在那 我不知道你的证词有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做假政 在任何一个环境下 即便你是一个基督徒 也是要受到惩罚 你现在指控了很多人 包括对我的指控 我觉得是很无端的 我视同他是一种假政 当然了 你也可以举证 不急 第十条是什么 还记得吗 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 你现在呢 贪恋别人的钱财 甚至战友 这个是已经被公认的事实了 你可以变 但是你很难说服法官 如果真的 这五万块钱的事 要是走上法庭的话 我相信 你是没有还手机会的 面子呢 都是人给的 参与调停的时候 许多人打电话给我 我一直秉承了这么一个观念 就是只要曾宏 不出面怼我 我绝对不会追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无赖 我不喜欢这种死缠烂打的方法 我只是想给大家提个醒 不要再上里当 仅此而已 你要是这次不提我名字 我一辈子都不愿意 去再谈你的事情 更别说去看你的音频视频 而且呢 我还不太擅长 说一些 无端的指责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我说的话 你可以重新把那八分钟 重新听一下 我说的东西 基本上 都是可以公开的资料 都是可以查证 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变 你说 现在大环境是 追求这些搞假振臂的 是吧 我有先天的优势 我不是靠振臂 这个环节 拿到的 美国护照 是啊 那你靠什么呢 靠结婚 是吗 你已经受了喜 是个基督徒 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过 甚至的生活 你应该尊重家庭 感恩 赞美上帝 你的人生 已经重新开始了 如果你真的要珍惜 你应该珍惜 眼前人 不要为了表态 去拉一个 踩一个 打一个的 因为你这样做 你现在的女伴 心里也不一定会踏实 你对别人能这样做 今后对她就不会吗 她是个例外吗 她是相经千遇的 很多事情 大过年了 我也不想跟你说什么 教教你做人 不管是从中国文化上 还是从基督教的教义上 我觉得你是不足的 你是典型的那种 你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 现在呢 我给你一个祝福 真正对一个女人好 不是说给她很多钱 而是能够真心实意的 哄骗她一辈子 不要像以往的生活中那样 只是哄骗某一个女人 一阵的 精进而散 当然了 这个精 是钱的意思 是不是 好好的过日子 老老实实的三个孩子 好好结个婚 你宣传民主 没有人反对你 别再骗钱了 知道吧 你不骗钱 一辈子 我们之间不会有交集 即便有见面的日子 我也会非常的 由衷地祝贺你 作为一个外籍友人 对中国民主的推动 好多年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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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了 谁 什么 我看你了